等一下,李秀蓮和蔣金五差不多 他們都不是財政經的 財政經還是法律人都想說,我錢花的錢比較厚 所以他就變555億 我說,我們執行能力一年才390億 如果年半合起來是490億 所以我們都變那麼高 而且我們的財源才多少 390億 我們不是這樣,我們要跨世紀建設 我們跨世紀建設要花一個錢 你有什麼跨世紀建設的計畫嗎?沒有 要各地蓋什麼?蓋婦女館 各地要蓋青少年館 報告現場 你到美國去念書的時候 波士頓有沒有婦女館 有沒有青少年館 也沒有老人會館 沒有聽說 我說是不是 波士頓有一個convention center 我說有啊有啊 我說那個convention center很大 婦女青少年老人都在那邊活動 我說你不用創那些婦女館 不用創那些青少年館 不過他說什麼 台北縣喔 扁一千里以上 我桃園縣這麼大 這扁這小子而已要怎麼搞 台北縣的預算怎麼呢 他扁一整千英 那時候水潤昌也是一樣 跟整個國都一樣 台面上政治人物都沒有物質 不夠物質 我想說欸 怎麼那麼厚 我在扁這樣 我就扁我一個月 省多少 省一百六十五億 孫長扁一千億以上 到底他省多少錢 原來他怎麼呢 他扁邊什麼 土地資金稅 土地資金稅 本來他稅收這裡 過期才一百億而已 他才把他扁二百億 那是稅收不說 我就收不了 沒辦法了 空缺不夠的時候 再過來救錢 再過來怎麼辦 這太麻煩 我不是這樣扁的 我不是去扁 土地資金稅公 扁很多 我扁很多 我說什麼 上級政府的補助收入 給他扁很多 稅收三百八十億 上級政府補助 給他扁一百六十五億 報告現場 國民黨的總統府中央政府 哪有可能給你民進黨的縣政府 你一百十五億補助 沒當 沒那個事情 我們統籌款 那是貨收多少 貨收一百三十億 我們今年也變一百三十億 結果多少 給我們六十幾億而已 比較沒一半 埔助款 她も說 埔助款誰變多少 結果才變多少 變二十幾億而已 各位想想看看 結果我一張當時 就開始欠一百六十五個 各位要怎麼去做 我的風靈 我真的風靈 我上邊在這裡佈我 大家覺得很好 我一開始要執行 我就去找主機主任來了 老兄你來 你來 我們兩個都行政院主機主出身的 來來來 我們再同年 同年 同年來來來 同年來來 他說有三個 他說 管長說要五百五十億 五百五十五億 我們所有的稅收三百九十億 包括中央政府給我們的公府 要給我們六十二億 六十三億的統籌管補助款 加起來這三百九十億 馬上欠一百六十五億 我想我們要想辦法 他說有三百萬 說我把預算分成三棋 叫國斬尾 最迫切性的放在一棋 次要迫切的 第四個迫切性的 第二個迫切的放在第二棋 第三個迫切性的放在第三棋 我們要再做第三棋 如果沒有第三棋都不要做了 我們三百九十五個就有村 我們三百九十來把它蓋下去 一定有村 還不會付出錢 還有他幸福出錢 他說他不合 我們知道他三千層 李少年沒這麼愛 誇師這些人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什麼都要做啊 他說什麼都要做 你有沒有那個人力啊 補那個人力啊 所以我們還是分三棋進行 問你如果真的什麼都要做 到時候你虧空一百六十億 你就不要選總統啊 他說這個要考慮喔 他說好了好了 你們覺得怎麼樣就怎麼做 我為什麼發佈公文下去 國斬尾真的按照我說 最迫切的 把他擺在第一棋 是要迫切的第二棋 不迫切需要的 放在第三棋 一邊第一棋到第二棋就差不多三百多元了 結果我們就沒有負債了 負債就沒有增加了 用什麼負債的 但是我是在十月十五離開的 我離開的時候 我離開的時候 就負債這麼多少 剩七億而已 本來十幾個我剩下剩七億 在家裡的第三棋的各位 我都做了一棋下去的時候 負債增加到七十幾億了 就七億增加到七十幾億 各位 這就是我們的官員 國民黨員官員會怎樣 我們民進黨的台立官僚也一樣怎樣 我不便 剛才說那是什麼 土文官的人比較了解 有土文官來嗎 土文官的人沒有人來 都沒有人知道 那個人在民進黨 旁邊執政的時候也做到內政部政策 我在桃園市裡面 有指名道姓說這個人不對 所以就說財政的執行 財政 預算的執行 跟我們的財政局長和將來的主機主任都有關係 我們張的時候 張議長有說到這個審計 審計也是另外一回事 我在審計也很有意見 我跟審議長說 你的審計室 各縣市的審計室 都沒有盡到責任 因為你知道這個官府這樣做不對 你都不敢說黨話 都避重糾情 我做局長的人 我就直接說 直接破 不怕這座人 他說 你如果在這邊得罪人 你可以回中央園圈 我們這邊得罪人 沒有辦法升官 又沒有辦法下去 所以 那個退休息你就沒了怎麼辦 這就是還料料就是這樣 所以整個來說 財政的實務 預算的實務是很複雜很多 我是在這裡說一些這些經驗 我們就來這裡好嗎 謝謝 謝謝